我们刚刚在讲那个芝加哥的马拉松 我本来去查了人家所有高领主的成绩 要跟各位报告 但是现在我面前做了一个 极限只能不是跑五公里 是走五公里的 优活原力的研发长廖玉琪 你好 你好 大家早 而且最讨厌的是 他的骨质密度比我好这件事 我完全不可原谅 我一个没有运动的人 我也觉得很讶异 我的骨质密度居然是非常好 那就是补充有用 而且不只是你跟我说你非常好 连那个 在背后说人家不太好 但我就公开说好了 连那个女之美德 那个漂亮的女总经理 你知道他那个腰有多细 可能22.5到23 然后整个人就是非常非常细 像那个牙签一样 然后有一天他的脚就扭伤了 所以再也不能穿他心爱的高跟鞋 就最近应该修养好了 然后我就说你自己在做保健品 你的骨质应该是很差吧 因为他真的整个人太细了 那结果呢 他就说真的很抱歉 就跟你一样这种很讨厌的脸 我的骨质比一般的 在一般素质是多少 负一啊 一到负一啊 对 我那时候我开始警觉是负一点二了 结果他说 他跟他的年龄一样 也是这个开始 可能跟你年纪差不多 他小我几岁 真的 就是60年次出头的 他说我这个比一般正常人 就是在最好的前10% 我完全不可相信 那我说 那你干嘛还扭到脚呢 他说那个没有关系 那个跟肌力有关系 所以你看人不可貌相 比如说你你如果 我那时候记得有人安排我一个题目说 那我要 我是不是要多做运动才能防止骨质疏松 我说我知道这个问题是打叉的 多做运动跟骨质疏松 竟然没有关系对吧 对啊 因为那个 盖子 就是让我们这个骨质密度 就是让我们的 骨质重量比较重 他跟运动其实没有说 非常直接的关系 是 那你要不要听一下波士顿 马拉松 他们这些玩赛的人 比如说刚刚那个80岁 其实他真的跑很快 他比70岁的跑得都 80岁还在跑 80岁的女生 女生是5小时50分 那80岁的第二名是我们台湾人 男生 他是 就是我朋友的爸爸 他是5小时42分 那现在你要不要看到 我朋友就开始帮我查 让我有奋斗的目标 女子组75岁到80岁有11位玩赛 整个跑完 对 但这是全世界嘛 所以11位你觉得事实上是凤毛麟角了 那里面呢有一位啊 他是姓林 我认为这很容易是华人 对不对 他跑完半马的时候是2小时33分 结果呢 我都觉得这是成绩是怎么来的 跑完全马的时候 也就是后来他才 后半马比前半马努力跑 跑完全马的时候是5小时25分 快不快 快 对呀 因为我反而想说后半段会不会慢一点 一定慢 我后半段比 我通常如果前半段两个半小时完成 后半段我就开始很轻松 我觉得我们这样三个小时就可以了 因为后半段会累啊 是啊 是不是很厉害 就反而冲刺 所以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策略 能够拿到跑步的世界冠军 就是活到90岁 我慢慢走的话 主办单位也要等我 我跟你说 其实以我们现在的平均的寿命 活到90岁 其实也不是非常难啦 是有机会啦 那这个就是跟昨天 戴如姐给我看的那个资料有关 对不对 对我们在讨论这个资料 来你跟大家报告一下 好好好 也就是这件事情非常的现实 跟长寿有关系 可是是科学研究的结果 发表在长春月刊 是 就是说呢 要变得比较富有一点 那有钱呢就可以消除生活当中 百分之六十七的主要的问题 那还有就是 如果呢我们今天呢 这个要活得久一点呢 就需要有钱 为什么 因为它关键就在于 有钱人其实比较懂得照顾自己 这是有做研究的 我昨天看了这两份资料啊 其实我满讶异的 你讲详细一点 我觉得这他因为我最近也是一直在做这个统计学的报告 他们那个就是要一段一段都要验证的 比如说中年的时候 就是四十多岁嘛 算四十五好不好 每累积五万美金的净资产 就是你的财产只要比别人多一百五十万台币左右 那么呢多活二十四年的几率提高五趴 但他没有说多十万块呢 又再多五趴啦 可是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比一般人有钱一点 你的可能性会多活一点 那为什么呢 其实就跟医疗品质 还有实现保健食品也不便宜啊 对 你要顾到 那如果你连吃饱都难的话 你保健什么啊 对 通常就不会在乎了 对而且生活品质也很重要 包含比如说你的吃的住的用的 还有就是我们可能有会对健康有需求 所以我们可能会做检查会运动 其实这个都跟我们的寿命健康都有关系 所以他验证了 这个论文基本上就验证一个 我们都知道的很简单的原理 叫有钱有闲才会长命 听起来有一点就是很功利主义 对不对 应该是说 比如说像我们一般平凡人来看啊 就是说如果我们可能不要说有钱啊 就是我们不愁钱 不愁这个不需要去追钱 那我们可能在生活上面就会过得比较平顺 就是情绪会比较平稳 比较不会有那种压力 又应贺了贫贱夫妻百事哀 如果你今天为了钱你肯定常常会争吵 如果你说假设现在老公被开发单开了三千块 在很多家庭如果三千块对你还算蛮重要 你就会不会想说这没有什么夫妻之情 你已经把我们那个我们的伙食费十分之一被开掉 会啊会这样子啊 就是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啊 我最有感的就是那个邻居问题 我特别把它标注起来 我们从头把它跟大家解说一遍 因为本来你不打算有钱的 但是看了这个你就知道 那个动力都来了 对要有动力 原来有钱跟偿命 在统计学上有这么多的关系 先讲财务问题好了 就我们刚刚说的嘛 如果你为钱操心你就会睡不好 对不对 那睡不好的话呢 你就会伤害到比如说三高啊 或者是心血管疾病 压力性的疾病会来 是 幸福好时光 这是一篇有关于为什么要变富有 因为有钱能够消除人生中 百分之六十七的主要问题 也就是说事实上你生活中的 三分之二的问题 是可以被钱解决 又应和了我们说的某一句话 就能够被钱解决的 都不是大问题 对不对 没错没错 好来讲健康问题 健康啊 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有钱有闲 其实我们就比较愿意花时间去做运动 而且我们想要维持健康的身体 可以让我们活久一点嘛 我觉得这是正相关 那还有就是饮食的部分 通常就是根据就是我们刚讲 准克利的研究啊 他说其实富人跟穷人的饮食差别是非常大的 那穷人的话呢就是比较没有钱的他可能在吃的部分比较不会那么注重 那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有的吃就好 白饭爬两碗啊 真的 所以垃圾食物可能会比较多 比较不会营养均衡 那富人的话呢 他可能就是在选择性他会比较谨慎一点 吃的比较健康 比如说像油炸的东西或是不吃素食品 糖会吃的比较少啦 这都很直接的 虽然说有钱没有办法阻止你罹患癌症 那是一个几率问题 但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有钱的人他会比较常去做健康检查 他会比较在早期发现 不会拖到很严重了 那你才去 到最后以美国来说 他又没有保险可以支付 我觉得非常惨的 这个很关键 就是说其实有钱人 他会比较注重健康 而且他也比较愿意花这个钱 去做一些预防性的检查 那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我觉得这个都是正相关啦 你知道现在连台北 也有很多富人诊所 开给有钱人的 那个很早就有啦 只是我们可能比较接触不到了一般人 因为我有一次就想去体会看看 那再加上就是 好像有一些健康检查报告 重金属过高的某些问题 那我就进去 其实我必须说 进去很舒服 你不用跟人家排队 对不对 因为你都是预约整的 医生也专程在那里 这小时就等你这个病人 然后不会像大部分你要拿健保卡 后面还要叫号啊 叫得好大声 然后领药你还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没有你就在那儿 然后就有真的长得蛮漂亮的护理师 对你轻声细语 然后他一个人那段时间就照顾你 可是其实也是看家医科啊 后来我大概 该怎么说呢 我也不能说没有价值 只是后来我拿到 因为你知道那也没什么药好开 就只能用那个排毒室 他就给你绿藻之类的东西 就是吸附你的重金属 是是 就我想老实说一般大概 你去问保健食品或做绿藻 他大概也只是一样啦 钥匙也会给你这个建议 那些绿藻我看起来大概有两三百颗吧 因为他小小颗啦 一次吃五颗十颗这样子 他就是用那个药包把你搬起来 然后叫你早晚各吃一包 你知道这样花多少钱 你说整个健康检查吗 不是就那个啊 其实就抽了一个鞋啦 检测你重金属的含量这样子 后来给你绿藻 你也不能把你的鞋洗掉啊 但是我后来去发现就是 我的重金属含量是有比一般人偏高 但是没有非常严重 我的那个就是在台大当医学教授的朋友跟我说 他说其实你还好 但你的确比一般人高了一些些 那你回家里去看 我就发现了 我后来觉得是我家那个年久的锅子的问题 你知道就你用那个锅子 可是其实它的上面一点落差啦 就是通常它只要有吊漆或什么的 对那个一定要换掉 那后来我就觉得说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症状 我花了多少钱从头到尾到那个拿了绿藻 吃了大概一个月 花了几万块吗 对将近四万块钱 所以戴如姐是有钱人 不是我只是体会的意思 后来发现你如果要买那 假设要买那三百颗的小绿藻的话 应该是在某个还不错的科技公司 人家他们自己做的 大概两千块吧 对 差不多 但是你享受到的是那个服务啦 那个加持的服务 不是光那个保健品 对然后另外他又推荐我去另外一个地方 做的比更精密也是那种 下面有温泉啦 然后你可以也是很舒舒服服 医生帮你检查 做那什么mri之类的 完全不用等候 而且有一个还是有一个 专属的保姆 带着你 但那个还好 那个几千块 但是他发现了我人生的问题 就是我的心脏也有白点 骨质也疏松啦 又讲到这个 低剂量的ct就对了 我不是mri那是ct 所以我跟你各位讲 你用X光去照骨质 觉得你没疏松 照不到那么精细啦 对所以我每次在讲ct 然后旁边就有人跟我说 我去照X光都很好 我说你先不要骄傲 我的照X光应该也都没有收 也是很漂亮 是不是 但你不要用你的X光来跟我比ct 对啊对啊那个不一样 好邻居问题 我们现在来讲这个 为什么有钱能够消除很多问题 我觉得我对这个邻居问题 我是特别有感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在二十几年前 我跟我先生要结婚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面临到要找房子 那找房子就想到住在哪里 他说有钱你的邻居会好啦 因为邻居都跟你一样有钱啦 邻居的财富水平是跟你差不多的 可是那时候我们才二十几岁 我们根本没有想这么多 可是那时候我公公就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住在哪里很重要 因为你的邻居很重要 你如果住在一个可能比较不是那么热闹 不是那么比较等级好一点的 邻居可能素质不会太好 他就这样跟我讲 然后那时候我还不太能理解 我想说哇会不会想太多想太远 可是我年纪见长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对的 我该怎么说也是个运气问题 你们看到很多豪宅下面也有恶灵 不过豪宅有恶灵大家会觉得比较不习惯 如果你本来就在很糟的地区有恶灵 可能大家也不会抗议因为习惯了 但是我前阵子遇到一个就是我们楼上有搬来 是租客 就是他就是喜欢喝酒 就他有次就是喝醉酒倒在我们家门口 结果呢 就请警察来把他搬走啊 那时候我就会想说邻居真的很重要 但是这运气问题啦 如果说你的邻居都是没有这种的 当然是相安无事 因为我现在还住老公寓嘛 是 对不对 是 那就是四层楼 那事实上家就没有几户 因为现在有的人很奇怪 有房子也不住嘛 对 我的邻居是都很好 因为他们都是上班族夫妻 是 都很单纯的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运气 是吗 不是因为住在哪里 有时候有的有钱人真的很难搞 今天不是要告诉你 你要有钱才活得久 当然这一切是几率问题 但是全世界做的报告就是 你只要刚刚讲的 有多五万美金的存款的话 你的那个就活得久的几率呢 你多活24年的几率提高5% 主要也还是对自己的照顾的问题吧 就好像你说得了癌症 这是一个几率 还有基因 但是现在你有没有钱 老实说医疗差很多 是啊 尤其是我们在医院看多了 就是很多这个癌症病患 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他是使用比如一般的健保药 或者是不是标靶药 那他可能承受的那个副作用 就是会比 真的会差这么多吗 因为标靶药的话 他就是直接在你的患部 你的这个癌症的这个部位做治疗 那他的药会集中在那个地方 那非标靶的话呢 他就是全身性的嘛 所以你当然就是说在副作用上面 可能会更加的剧烈 那这样子的这个生活品质就会比较差 那我们看了其实也蛮不忍的啦 因为有些药真的非常的贵 自费 我妈妈虽然当时是有接受打化疗 但是他比较没有副作用的原因 我在节目中已经说过了 因为当时有送他去日本 接受这个我必须当时 因为当时也不算合法 但在国外是合法的 然后他就去打类似T细胞的东西 那其实当然没有治好癌症 可是就让他整个化疗过程之中 他也没有大吐 因为都是一样的药嘛 健保的化疗 但是底会打得比较好 然后头发还都没有掉 所以他就误以为他好了 但这也算结果 我就是到后来 他问的时候才跟他说 这种整个支持疗法 也不是主要疗法 八百万 哇真的 而且后来他刚好我们家的 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家族的基因 因为我妈妈他大概的兄弟姐妹 有一半以上都是得肺腺癌 那其他的也大部分是 所以我都一直在做检查 其他的也都是其实各类癌症 那所以我是因为 能够家族危险分子 就被我的一位朋友 每年都抓去检查 就算经过了六年 他也跟我说 本来我一年半去一次 然后就看我肺部那个 二十个小洞 有没有乖乖的在那里 有没有长大 目前六年没有 我自以为说 那医生我是不是以后不用一年半 因为大家都说 经过了几次就 比较安全 他跟我说 现在健保可以一年来一次 你改成一年 我真的脸色都崩坏了 是不是 对啊 因为我跟妳讲 为什么要定期做健康检查 就是说其实 癌细胞在长大 从零到一 一到十 其实他那个病程会很快 所以一定要固定那个时间 可是他说 搞不好他藏在里头 那他真的一要 拔开的时候 因为健康检查 就是我今天健康检查 是检查我今天以前的身体 我不是检查我今天以后的身体 所以你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循环来做检查 还有有个朋友 他就是 不过长得快也不是坏事 我朋友好像是十道癌还是淋巴癌 刚好长在喉咙那个附近 他就大概是从刚发现了到两个礼拜之间 他就觉得他快不能呼吸 因为长太快 后来就割掉 长太快的通常是恶心的 对不对 但我后来跟他说 你这样也算幸运 他刚好堵住你的呼吸 你非弄他不可 不会觉得只是一时咳嗽 或者是呼吸不顺 是 没错 所以这个还是跟我们自己的警觉心有关 有很多人就是很能忍嘛 那忍到不行去的时候可能已经是比较晚期 那晚期就代表已经转移其他器官 就是增加那个治疗的困难度 你说汪建民好了 你说他为什么太会照顾自己的身体 其实在有债务的状况之下 没用啦 真的 你怎么知道 筹钱都来不及了 怎么还有时间在那边顾这个 可是他说他很早以前就开始在咳嗽 他也忽略了啦 这种状况跟我妈妈有一点相似 其实他之前自己 他是一个很有律病症的人 他之前有去检查 当时他在宜兰的某个医院 所以我就说 有时候到底应不应该 亲人去看病要给他关照 那他就有照出白点 其实那时候医生跟他说 你这是肺癌 你赶快去大医院检查 他就说 那医生就说 这可能也许就把它当成肺炎处理 而且我妈她有一些中年妇女的律病症 因为我家的观察大概是这样 她一直很担心 比如做抹片检查 她也担心 怎样怎样她就担心 但是真的得病呢 她会告诉自己说 不要紧张啦 没问题啦 对也许忍一下就过去 这个X光是假的 其实X光照得出来 已经有白点 而且在肺的边缘 那已经很严重 她自己大概忍了不久 咳嗽就比较好 就自己找一些偏方治疗 过了一年吧 就是再来就是四期了 那个病程发展非常快 而且四期都已经转移 二到三个器官 所以你说开始咳嗽 我们有时候胃食道逆流 也会咳嗽啊 喉咙卡卡的 而且老年人哪一个早上不是这样 你这不一定要老年人啦 所以你这样就是去检查 有沒有我覺得有時候也很怪啊 可是我跟你講只要是有名人 就是有發生什麼問題那一陣子醫生就好忙 大家就去檢查 這也是好事啦 所以我每次去檢查那個低劑量的CT的時候 我就會公佈一次他每次公佈一次 第一個門診就爆量嗎 不是因為那個醫生其實也不太容易掛的到 我的title都會前面都會寫是各位記者 我只是希望大家來做健康檢查 你們不要再標題宣布我離癌了好不好 有沒有他沒有這樣子寫怎麼會有點閱率 他就是要用你的死亡來騙點閱率啊 但是我這樣宣稱後來因為我們媽媽那邊的親主 其實後來很少聯絡 大家的各自的career都不一樣 而且大概我媽媽的就是姊妹兄弟就過世的也都差不多了 結果後來很多人看到我說我認為我是家族 因為我媽媽三姊妹全部都是肺腺癌 結果他們去檢查 結果我這一代都沒有 什麼沒有 百發百中啊 真的假的 後來就是兩公分一公分就割掉了 還好我有去提醒大家 功德一見 不過我現在在看說我們家基因 最好不要是基因 那個肺部有很多東西很可能是小時候肺炎什麼 都沒有被治好 沒有錯啊以前我們磁抗生素 就吃兩包就算了啊 好了就開始亂跳了 我弟弟的肺很乾淨 真的他沒有在抽菸嗎 沒有 OK 但其實有的 抽菸當然是因子 但也有人不用抽菸 我們家族是不用抽菸 有二手菸的有空污的 有油菸 煮菜啊燒烤 我媽並不煮菜 今天我們請到的是優火原力的研發長廖玉琪 他以前是 不要說他資深護理師啦 現在要講資深 其實我覺得資深完全不是好字 什麼資深經理啊 資深副仇 我想說幹嘛呢 資深不上去才這樣子 對 好 健康檢查真的很重要 還有看到健康檢查的病罩 你不要驚慌 但你好歹可以做到不要隱瞞嘛 連自己都瞞 對啦就追蹤就好了嘛 至少我們要掌握我們自己的身體狀況嘛 對啊 好那麼 打底也很重要 因為現在的人的確是會活比較長命的比較多 老的時候看起來還都蠻健康的 連頭髮都還是黑的 是不是 就是有人說打底很好 那也有很多保健食品在輔助大家 好啊 因為我這邊想要提一下就是說其實我們因為經歷過這個新冠疫情嘛 那現在就是可能比較流感化了感冒感冒的狀況 會比較 重症會少一點點啦 那但是我們還是呼籲就是說 要去打疫苗 尤其是我們的這個10月1號開始疫苗就開打了嘛 好那新冠跟流感呢 我是覺得可能家中有長輩的有慢性病的 或者是 小朋友 那這個部分我們還是就是建議他們去打流感啦 那因為我看前陣子就是有一個新聞呢 他就是說其實現在大陸啊 五種病菌啟發 像這個流感病毒啦 梅漿菌啦 呼吸道融合病毒 腺病毒跟新冠病毒 那其實有很多醫生就會開始擔心 就是說未來可能 會有春節的這個假期 你看這麼多種怎麼辦 你又不知道每種都以後什麼預防針可以打 不是嗎 那但是因為病毒他其實跟我們的免疫力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剛一直在講打底這件事情 我們把自己的身體狀況照顧好免疫力增加 其實病毒就比較不容易清洗比較不容易發病 其實很多的感冒 就是 據研究也都跟梅漿菌有關 梅漿菌是不是 他也在你免疫力低的時候才會進來 對他就是 最細小最細小的這個細菌嘛 他介於細菌跟病毒之間 就在空氣之中 對 也不是流不流行的問題 那你當然就是累積到一定的這個量的時候他就會發病嘛 尤其是梅漿菌他其實跟呼吸道的這個咳嗽有非常大的關係 所以 很多的這個呼吸道的疾病其實 細看才知道他可能是哪一種感染 否則大家都會以感冒來處理 那這樣子對醫生的下藥可能就會有差別 梅漿菌也是都用 大家都不是用廣效型抗生素嗎 對可是你知道台灣的抗生素 其實都已經抗藥性都已經很強 就有時候你一線二線三線 我其實 現在好一點了 以前我小時候的那個年代啊 就是不管你是什麼感冒去就是打兩針 然後又就吃幾天 其實 就會讓你馬上好嘛 就像我們這種肺部有動很可能就是 後來馬上好之後 後來又沒好 就變成肺炎嘛 所以其實馬上好不是一個好事 你的免疫 還沒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啟動 你就把它壓抑下去 尤其是台灣人很喜歡就是 只要一天沒有好就是換醫生 對 然後換藥 那醫生有時候為了 可能 小鄉症 如無好 醫生常常是藥下的最重的 而且後來去看喔 爸爸媽媽 姐姐 只要是看家醫科同一種藥 沒錯 而且那時候看到連護士都會包藥啦 就是 只要你這個病人 好掛好了 他藥就包好了 因為醫生一定會開這個藥 表示你是一個聰明的護理師 不是我啦 我們同事啦 那我之前碰過一個從國外回來的小兒科醫師 他的藥永遠只有兩種到三種 然後他就被客訴 他就被他的病患講說 某醫師啊 你為什麼都只開這兩顆三顆 那我在哪邊哪邊拿的藥都有五顆六顆七顆 他就跟我講說他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是說他知道 我就是說感冒有時候會自體免疫他會自己好 他不需要用藥用這麼多 其實有時候我有時候在講 你讓你的身體去對付病菌 也沒有不好耶 他會有經驗 將來你真的會比較強 那他就跟我講說那我到底是要本著我的良心 開這兩種藥就好了 還是要順應這個市場性 我要開五種給他吃 就到最後呢 我就說我就等著 通常你還要再多開一個胃藥 現在胃藥不給付了 所以胃藥很少開 除非你跟他說你胃藥不舒服 醫生才會額外開 因為額外開他自己付錢 對 所以有時候醫生就是會這樣子 就是說他知道 不需要開這麼多藥 可是我們的民眾會教他 教他怎麼開藥 或者是直接跟他說 我都打一針就好了 對不對 你也來一針 尤其是那些還很小氣的 老人家還會到醫院說 就打那一針 以前一針八百塊 他就是在教醫生開藥 這樣我就會好 醫生也很無奈啊 然後他會跟他說 你不要這樣開 這樣我來白天看 他客人就會流失 對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久 我們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我現在問大家 如果你帶著小孩 或是老人去看病 然後是感冒 然後醫生就跟你說 其實感冒也可以不要吃藥 而且只要是輕狀 對啊 就你喝點維他命C 這幾環節 對 之類的 就好了 或吃點維生素B D啊 聽說這以前 美國對抗新冠 都叫人家吃 保健食品 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遇到 比如說 小時候 如果那個 我帶小朋友去看醫生 那個醫生只要跟我說 他其實不用吃藥 我就很開心 我說好那就不用開 對可是 很多媽媽會覺得 我人都來喔 瓜瓜費付了兩百塊 你就是要開藥給我 我現在講的就是 如果醫生說 這很輕微不用開藥 不開藥給你的話 我想大部分的 我們可愛的台灣人一定會覺得說 為什麼什麼都沒拿到 可是醫生不開藥 我會覺得說 這樣很好代表他不需要吃 其實我帶他去看醫生只是想確定 他有沒有什麼問題而已 那是因為你有護理背景 你啥都不給他 會覺得 好像 我很開心 這麼飽三 空手而回 尤其很多老人家會這樣子 所以他會拿了很多藥 那些藥其實都在垃圾桶裡 然後污染我們的海洋 對這是我們沒想到的 就覺得我們只丟了一點點 而且還用塑膠袋包起來 你去看醫院的那種 醫療廢棄物裡面有包含藥 你知道有多少嗎 就是每天被丟掉的藥有多少 看了就覺得很可怕 那我接下來要不要講說 所以我們要為我們的健保盡於奮力 不要造成醫療資源浪費 我覺得任何東西都不能只求人民 他還是制度上面要做修正 對不對 我們才能夠接受這樣的管理 而不是說 比如說現在 我覺得我們常常會這樣 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哪一邊需要救急 大家拚命捐捐 就過那段時間就算了 後來怎麼樣處置有沒有配套 都不出理 全部都基於感性激情 韓國人這一點比我們做得好 因為他們 在那個國家經濟出現問題 老百姓都把黃金拿出來捐 我們沒有這麼大房 韓國人 真的 你去查一下他們的歷史 很團結 是啊 但是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有沒有太激情 太感性 好像不是辦法吧 對吧 沒錯 台灣人還沒有在那種捐黃金 的時候 台灣人會賣黃金 那個金架好的時候把它賣掉 好那麼 這個時間 尤其看起來天氣還不錯 可是秋冬 快要到的時候 正是百病重生 細菌熱愛的季節 病毒熱愛的季節 所以我覺得 就是我剛剛提的 免疫力 我們要把自己照顧好 所以像維生素C D 這些很基本款的 就是很容易取得 又不貴 那這些保健品 我認為是適度的要補充 那 還有一個秋冬季節 我覺得 銀髮族老人家 可能特別要 注意心血管的問題 那尤其是半夜中風的機率會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平常就是要把膽固醇 血壓 血糖 血脂 這些都要控制的好 那這樣子的話可能就會比較可以安然的度過這個秋冬 但有時候我們講的也是挺白講的 因為老人家的特性 我們現在慢慢要變成老人家 就是 你如果沒生病沒有倒下來 你通常就覺得我沒病 沒有亞健康的概念 真的 所以我們一直要宣導這個 就是從年輕的時候就要有正確的觀念 好 有資訊請搜尋 優活原理的官網